今天呢 28号 然后想想看一下 三七云顶的outlet那边 可能去shopping买点东西 等一下看如果有时间在三七云顶 银顶的游乐场那边走走拍一下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就只只在outlet 买点东西然后就下去有过了 今天很多雾 这不是雾霾,这是雾 其实雾就是一朵银刚好飘过 所以看到银 那个银 渺绕 可以是这样子行动吗 有一点像在险境里面 天堂里面的感觉 然后银顶呢 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游乐场所 然后也是以赌场为著名啦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赌管赌场 然后他传办人林悟通 然后现在想给他的孩子 林悟泰在经营这个银顶 RESORT WORLD 好 然后可以看到啦 然后这边一路三骑呢 其实最近是很多的发展啦 发展太过度也不好 为什么呢 发展太过度的话呢 就使到它的 这个 地啊 那泥土就比较松弛 然后就会造成很多的 那个 所谓的这个 土奔的问题 当然 年尾山银顶会更爽 更舒服更凉爽 是因为它天气 它气候会更加的低 温度可以来到18度 甚至也是来到16度 啊 现在我们来到了 他的这个 奥勒的 现在一路上要玩 他的这个 奥勒的这个 馆场 筹击 啊 看看今天有被买到 什么好的衣服 人潮不要多 不用排队 最好 哈哈 啊 每间店面都很多人在排队哦 麦克风 人还是多的 哦 旁边那边是 Coach Super Dry 这是Low Sun 人还是挺多的 哎呀 最讨厌排队哦 买东西排队很麻烦 最讨厌 OK 天气还算好 不是算是很冷 还不是很冷 OK 那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件透明都好了 都是要排队的 所以没办法 当然如果是有好的货色 价钱又刚刚好是你喜欢的价钱 然后它的样式款式又是你喜欢的话 那当然是不要错过了 盈顶的呢 就是你可以来shopping 所以说你本身可以前一天来 然后去上面玩的 然后如果你住了一晚 吃完早餐早早下来 早早下来就人不多嘛 那你就可以很快可以去买到 你要的这个品牌 你要的这个 喜欢的这些服装 服装还是衣服啊 鞋子啊 包包啊 各式各样啊 包括手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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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看外景的Star Park 实在挺不错的 那一来到Star Park 修到的空气都特别舒服 好 这边可以看到银顶的风景 啊 前面那个就是阿花纳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Golf Club来的 所以以前的人喜欢住在那一边 因为 呃 它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天然的一个 高尔夫球场 所以让人家在那边玩高尔夫球 然后早上的时候 天气真的是很凉爽 这就是银顶 啊 马来西亚的最好的度假圣地 除了银顶 还有这个金马纹高原 还有我们一个 Flyster Hill 啊 在本能周的 那个也是蛮不错的 很多天然的景色 啊 今天天气很舒服 有风 凉爽 太舒服了 好 现在要上银顶 坐缆车 要去买票 然后买了这个是 Express的 这个Cable Car 然后是买 那个下面是玻璃的 啊 一张票来回呢 是35块 啊 好 so scan OK scan OK 就进来了 然后这个是票要存好了 不能够弄不见了啊 这是来回的 好 今天我们去体验就是 Express 然后下面是玻璃的 Cable Car 如果说你们要省掉 就是不要排队啊 啊 基本上来讲呢 假期会更多人啊 其实今天还好 不过今天我们是做Express 啊 Express呢 是直接通道 不需要排队 啊 之后就上去咯 所以你下来的时候 也不需要更加挤车 挤这个缆车啦 哦 所以Express 有Express的好 就是 没有人可以跟你挤 OK 但今天还好 今天星期上其实人不是很多的 不过我也是要节省时间啊 不需要等 嗯 他其实有分啊 如果是普通票呢 是啊 大概是18块 OK 来回 然后是这条线呢 中间的是Express 啊 不过不是玻璃的 如果是想有星期来的人 你们自己去研究 到底你们哪哪个 如果是周日的话 尽量拿Express 因为不需要跟一大堆人挤啦 OK 现在我碰到了来自也门的朋友啊 他们是学生 一个18岁 一个23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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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现在在等着我的缆车来 其实来讲呢,如果你们不要体验这个Glass的话 我更建议你们,就拿Expect就好了 反而Expect的人会比做Glass Glass的人多,它的缆车比较少,所以要等 所以呢我会建议啦,如果是讲 下次你们就拿Expect就好了 Glass的话可能 体验一次就好,不需要来回两次 因为真的,很多人想体验做 有透明玻璃,看下面的景色的版本会更慢 所以这个时事给你们一个提示 你可以看到那个景色是很漂亮 我们现在就是往山上走了 ok 然后如果现在看下面的话 可以看到地底下 不过玻璃已经有点滑了 可以看到 好,现在我们是做点方面 然后后面呢,可以看得到都是这个 属于那个山脚下的这个景色 然后当然这一次的这个银顶也是突然其然的就是想来买点东西 因为山山 它本身是学校假期的人很多,所以变成我没有什么买到 我们的这个红莱仙境 可是它是河里面而已 OK 红莱仙境的景色 如果没有来过的人,可以停留在这一站 去参观一下 因为它那边有几个很不错的东西 可以看 十八层第一啊 佛杀之像啊 都是蛮不错的 当然看完过后呢 一定要往上面 走 因为上面呢 有游泪传说 有听话 OK 它是它里面的 Casino OK 不管 有点 很多人都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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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样做进营端 这就是坐完车进营端的特别感觉 就好像你要上天 走进营端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所以一定要去体验这种感觉 你看 周周都是营物 吊扰 烟 营物 它没有效益 它就是 掀起营物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现在我们要冲了哈 注意看哈 这个这个是最刺激的 一下子冲出去 哎呀 哇 哇 感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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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到吗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营里面 所以 看到吗 突然间跑出那个 缆车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特别 对不对 这就是 来营端的最最重要的体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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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听把上面 不过因为它今天的这个营尘 哦 很浓啊 看不到啊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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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听把 不过因为这个 很浓 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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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了 我们终于到了 嗯 你 się 啊 有 有 有 我 你们 我